如果说你想选一辆房车当做您家庭中第一辆车 它能日常通勤代步使用 能商务接待使用 能短途旅行使用 选它就对啦 这是一款飞翔出品的中轴中顶的B型房车 外观非常简单的意料 纯白色车身搭配隐私线极强的玻璃 在车流中丝毫不起眼 并且车的尺寸也很占优势 没有K型房车C型房车的大体格 它的车长仅有5米34 车宽1米98 车高2米41 在前车中灵活自如 毕竟像C型房车虽然也是蓝牌C找就能驾驶 但由于尺寸原因 驾驶起来还是需要一个试验过程 不如这个尺寸驾驶起来更轻松 在停车的时候也只需要一个停车位 并且也是2023款福特新全顺V302底盘 2.0排量搭载9AK自动挡变速箱 有柴油汽油两个版本可以选择 所以它的驾驶体验也更接近家用小车 所以它坐家庭中第一辆车也是不错的选择 那这款车除了像家用小车一样 在驾驶方面也很优越 还兼具了家用小车没有的功能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款车的外部设施 采用原厂侧拉门 在这个位置为本车的重力加水口 方便及时补充水 在这款车上配备了90升清水箱 40升护水箱 听起来水箱有点小 现在加水也比较方便 像一些服务区都可以加水 所以我们也不用太过焦虑 旅途中轻装上阵也是个不错的开始 拉开车门 我们将这个卡扣打开 就能放下一个小桌板 可以在两侧放两个小板凳 当作户外的小餐桌 当然了 这个最主要的作用 还是当作柴油炉的放置平台 在这款车上为我们准备的是 便携式柴油炉 最小火力600瓦 最大5000瓦 这样无论是大火爆炒 还是小火炖煮都能够满足 也不用像煤气灶一样 携带液化气罐 并且这个炉具还是 无名火防墙风的设计 里面的空间也是贯通式设计 最适合放一些锅具和调味品 使用起来很方便 不用上下车来回跑了 五孔插座和零花洒也被提了 这样在做饭时 就不用担心用水用电的问题了 再往上看 就是一个三米乘以两米的户外这阳棚 在进行户外烹饪的时候 能起到遮阳挡雨的效果 同时在上方还有行李架 以及四路监控探头 以及在车顶 你还可以选装太阳能板进行充电 在车身尾部自行车架 以及玻璃缸爬梯 方便我们进行骑行拍照 以及一些户外活动 在车的另一侧就很简单 只有一个试电充电孔 那么在这款车上标配 五百安时里电池 如果你感觉不够用 还可以再加装 看完了车外 我们现在来到车内 看看这款十平方左右的小房车里 能有什么样的惊喜呢 我们首先来看看厨房区 刚刚在车外我们看了室外厨房 那在一些特殊情况下 大风或者大雨天气的时候 就不能在外面做饭了 所以还有一个内部厨房 来跟我们使用 超大的一个吧台 上方有电磁炉 洗菜池 甚至连备菜区都给您准备好了 在车里面做点减餐 还是轻轻松松的 下方还有储物空间 用来放置厨房用具以及餐具 那由于空间的限制 冰箱没有在这块区域 而是选择放在了孤立床的下方 一个五十升的卧室冰箱 用来放一些瓜果蔬菜或者生鲜肉类 可以说将空间运用到了极致 在厨房的对过就是会客厅的位置啦 作为整车的门面 一定要足够的舒适 不能压抑 所以主腹驾驶能够进行180度的旋转 不仅视觉效果上看着宽敞 实际使用起来也比较舒适 每个座椅都是独立可以调节的商务座椅 我们可以根据自己舒适的角度进行调节 这一点就很不错 像二排外侧的座椅还能进行侧滑 这就很细节啦 像现在冬天穿的比较厚 挨在一起比较拥挤 我们就可以侧滑一下 中间采用的也是比较灵活的 可以拆卸的桌板 能够随时去掉空间更宽敞 人一生中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睡觉 所以床是非常重要的 在我们面前就是本车的固定纵床 0.9米乘以1米8的尺寸 如果感觉比较短 还可以在床尾加一个延长板 就可以满足99%的人群啦 白天午休的时候 可以在这个单人床上休息 那如果说两个人想一起休息的话 只需要将床板进行拓展 我们就可以得到一张1米3的一个宽度 两人睡觉的话也不用急啦 旁边的话就是本车卫生间的位置 简简单单但五脏俱全 一体成型设计防水效果更好 吸塑成型洗手盆搭用两用零花洒 大方式便携式马桶 这样床板拓展的情况下 可以将马桶拿出去 方便晚上使用 那看完了房车内的布局 还有车内的储物也非常重要 俗话说有备无患 出行的时候可以轻装上阵 但我们在旅途中会添置一些物品 都是需要空间存放的 所以说在车的两侧 包括前方驾驶室的上方都是储物空间 这样日常换洗衣服 被褥以及一些产业物品就不用担心 放不下啦 除了车内的这些空间 在固定床下方还有一个比较集中的大型储物空间 用来放大件行李或者设备 像这样一款车就属于房车界的万金油 因为无论日常上班通勤还是周末旅游都可以开 可以说买了它就不会存在闲置的情况 不知道您喜欢这种多场景使用的小房车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咱们这些关键 咱们这些关键 gam